大家晚安 我是無界 今天我們魔王仲介服務處開張啦 說穿的其實就是盜版的快樂家協會 我們會藉由這個單元幫小動物們找房子 也順便介紹這些小動物們的房子外觀 以及他們家裡裝潢所使用的壁紙跟地板 和所有的家具以及他們會播放的音樂喔 喔 第一個客人進來了 不知道怎麼會 還有大約 Karim 我現在把小動物都收到的 我們會準備好快樂 那了 首先阿潘的壁紙是藍色兒童房壁紙 接著我們幫他搭配地板 彩色巧拼地板 然後使用彩色的積木桌 彩色的積木 我們現在讓阿潘坐在椅子上休息一下 再來放一張彩色的積木長椅 這個可以給進來的客人們使用 再來需要一個睡覺的地方 使用彩色的積木窗戶 先幫阿潘試一下好不好睡 彩色的積木書櫃 以及彩色的積木音響 最後這邊再放一個積木矮櫃 最後在矮櫃上裝飾玩具箱 以及一組彩色積木玩具 最後再掛上一個積木壁鐘 接著播放阿潘最喜歡的義大利麵 這樣就大功告成啦 第一個客戶阿潘成功交屋 今天就下手了 請問一下 他會有一個積木的積木 或是想要的 接著 我們是希望 有一個積木的積木 要是不如畫面 看看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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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鷹鷹的壁紙是紅色磚塊牆 再來搭配薄荷綠點點地板 再來使用拼木色的積木桌 同色系的積木椅 這個顏色跟音音就非常的搭配 先請客人坐著等我們 一樣使用拼木色的積木床鋪 再準備一個積木凳子 放在床頭 當作床頭櫃 拼木色的積木矮櫃 用來收納家裡的東西 拼木色的積木書櫃 選擇使用自然木色的托盤茶几 紅色的迷你冰箱 紅色的瓦斯爐連烤箱 再使用深色的切菜板 這樣簡單的小廚房就完成啦 紅色屋頂的布谷鳥鐘 床頭櫃幫它放一些書 再裝飾個廚房掛鉤就完成啦 最後就是音樂的部分啦 我們再放個手提唱片播放機 最後再播放音音最喜歡的散散布 就搞定啦 第二位客人殷殷教屋成功 第二位客人殷殷教屋成功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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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選擇用空地圍欄墻 空地地板 再來準備一個睡袋 睡眠的問題就可以先解決了 休息的地方也很重要 我們準備一個紙箱椅 野銀飯盒 這樣連吃的問題也都解決了 再添加一個炊火 或是泡澡汽油桶把它放在中央 再放個紙箱 最簡單的置物櫃 野銀爐具 這樣就絕對不會餓 再準備個沙衣神 再加上迷你生態池 雖然看起來像是睡在路邊 但還是要保持清潔 給他一個洗衣盆 最後再放個卡帶收音機 就完成啦 最後再播放鐵熊最喜歡的 招和KK歌謠 這樣就大功告成啦 第三位客人鐵熊 教屋成功 好 好 八 elf 那麼 lekker 他們 昨天 是 頓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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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符合富蘭的貴婦形象 壁紙我們選擇使用這個藍色摩洛哥磚牆 地板則選擇了玫瑰木地板 深色系的古董梳妝台 胡桃木色的鑄鐵木廚櫃 黑色的對開冰箱 一樣是深色系的島式廚房 再放個滾筒式洗衣機 洗衣機旁邊我們再放個鑄鐵工作桌 床鋪的部分我們來選擇紫色的玫瑰床鋪 那廚具的部分我們都選擇銀白色的 果汁機以及直立式攪拌器 料理秤還有義式咖啡機也是 廚房掛鉤也使用銀色的 棕色的毛巾架 再來選擇一個藍色的倒掛乾燥花 當作裝飾 音樂的部分使用手提唱片播放機 來播放富蘭最喜歡的KKDisco 這樣就大功告成了 第四位客人 富蘭 教屋成功 這次看看 這次看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